悟空摸了摸对方的裤装 确认南无是男人后惊讶无比 因为这还是第一个能坐上金斗银的人 南无猛逼 就在刚刚 正在给村里人找水的他 突然被翼龙袭击 一番打斗落得下风 眼看要被翼龙吃掉 得亏悟空正好路过 憨憨的他交流了半天才终于发现翼龙是坏蛋 掏出如意棒一棍子就把翼龙打倒 他带着南无找到水流被堵住的地方 这一切都是几只怪兽龙的杰作 南无无奈给对方下跪 可对方依旧不肯放水 关键时刻悟空出手 瞬间将几只龙打倒 这时恶龙的老大飞来 悟空一眼就认出 这不是上次武道会自己打倒的那个吗 恶龙老大自知不敌果断答应放水 可他又说水坝是他们吉拉族用土出来的橡胶固定的 就连他们也无法破开 但这可瞒不住悟空 一个龟派气功打出大坝直接崩塌 水流终于来到了南无的村庄 但这时突然刮起了沙坝 刚流下来的一点水全部被黄沙掩埋 就在众人彻底绝望时 悟空突然看到前方闪烁着水的亮光 这是上天的眷骨 传说中的奇迹梦幻湖竟然移动到这里来了 悟空再次踏上去寻找四星球之旅 这天在他洗澡时 行李被小偷偷走 悟空一声喊丛林里的如意棒瞬间伸长 没见过世面的小偷吓得慌忙逃窜 但悟空发现龙珠探测器被拿走了 他顺着臭气终于找到小偷 如意棒大力的插烂大树 吓得小偷跪地求饶 在杂货铺找到了被卖出的探测器 在这里竟正好遇见皮拉夫大王 皮拉夫刚把四星球买走 得知这些的悟空赶紧追赶 皮拉夫利用高科技飞船快速飞走 悟空赶紧喊来惊斗云尾追 飞船上 皮拉夫的手下发现龙珠探测器 对这个四星球竟没反应 他们被那个杂货铺老板骗了 此时杂货铺老板继续行骗 从满是甲龙珠的箱子里 拿出一颗给客人 可这次他踢到了铁板 对方是有名的恶势力 红断带军团 甲龙珠被那个军团长一眼识破 杂货铺老板为他的贪婪付出了代价 而此时真龙珠正在被吊叼着 悟空也从雷达上发现了不对劲 但他以为是雷达坏了 正在发飙的皮拉夫 突然看到贴在窗户上的悟空 粗心的他一开窗 瞬间被飞船的气流卷飞出去 悟空说交出龙珠救救他 皮拉夫差点拔甲龙珠的消息说漏嘴 快速反应过来后连连说好 把用胶水沾好的龙珠 小心翼翼地交给悟空 悟空为了躲避飞船 手滑龙珠直接从空中掉下 虽然快速接住 但龙珠直接碎了一地 此时真正的龙珠被一龙一口吃掉 突然一个石头砸来 竟然是在打猎的牛魔王 此时悟空 红断带军团还有皮拉夫都往牛魔王家里赶去 实力强悍的牛魔王会怎样制服他们 我们下集见